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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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早餐好了 好嘞 现在回来了 呵 你回来得真早啊 onia刚去躺下 你要是早点回来啊 你们就遇上了 呃 一块吃吧 昨天去看何小姐去了 打开好吧 很好 来 坐 好啊 看过以后就放心了吧 这两天啊 按理的情绪不太稳定 我知道 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 看在我的份上就多饱寒吧 爸 是我不好 老是让安理不舒服 我很抱歉 不需要老说抱歉 都是一家人 不要老说这些 来 吃啊 多吃一点 一会儿我和你到公司去一下 好久都没有去公司了 他们都还好吧 公司都好 爸 有什么事说吗 爸 我要正式结束 我和安理的婚姻关系 不是说不说这个吗 怎么又来了 请你原谅 我必须这么做 必须 你是不是怕安理在脖子上 再来一刀连累了你啊 当然不是 爸爸 你要是不愿意住在家里 我现在也不勉强你 爸 爸 又人他怀孕了 已经四个多月了 我希望能让孩子 明正言顺的出生 可是他答应了 不再和你纠缠 你也答应和他分手 是 我们确实这么做的 又人他明知道自己怀了孕 他还是答应你 他甚至想 一个人抚养孩子 既然答应了 为什么要反悔 因为 我不知道他有了孩子 但现在知道你又怎么样 知道你又怎么样 爸 那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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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是啊 你的孩子 你又有孩子了 爸 对不起 爸 爸 爸 又人怀孕 是个意外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爸 我已经很早不去想 养儿育女这回事了 但是 他突然来了 爸 又人有家人 有朋友 有社交往来 我不能把他藏起来 不让他见人 不管我承诺过什么 为了这个孩子 我什么都愿意承担 就是让我下地狱 我也会去 请你原谅我 是我对不起安丽 你也是个爸爸 你一定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 请你成全我 现在看来 是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好 我成全你 不过不是今天 也不是这两天 你总得给 安丽一个喘气的时间吧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那位何小姐 打着肚子结婚就是了 你应该给你 不过你 你可待 你届心 无所谓 不过你 我 还在这儿 我 想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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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 爸 那是我的孩子 爸爸,你也是个爸爸 你一定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 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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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愛人 他们的婚夫 母为的 童谷 父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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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你才是老爸一輩子的心學者 是我唯一的希望 安利亞 以後啊 你就陪老爸到各地去走走 眼界開了 心胸也就開了 煩惱的事情也就少了 啊 孩子 聽見了沒有 安利亞 爸爸 安利 爸爸 安利亞 真的 老先生真的答應了 是 爸爸同意了 來 坐 我現在馬上要做的 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把一切屬於江家的東西 全部歸還 一個星期 是倉促了點 要不然的事情還真不少 你相信我 我會盡力的 我不急 為什麼 媽媽雖然說只給你一個禮拜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有然 你太太親口答應你了嗎 那就不要再勉強她 一切順其自然吧 她看起來那麼強悍 那麼驕傲 那麼堅持 她不會就這樣讓你離開的 這回 我是不會讓步了 那如果 她又在傷害自己呢 我答應老先生離開你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 獨自抚養孩子的準備 那種情況我都能接受 現在只是名分而已 晚一點也沒關係 重要的是 不要再有不幸發生了 可是你媽媽那呢 凌雲 只有盡快成全別人的姻緣 哪有現實拆散的呢 這個道理 我和媽媽都明白 媽媽只是為了保護我 才能不能要求你 她心裏 不見得過意地去 不會真的逼你的 別擔心 我會和媽媽好好說的 反正啊 我肚子馬上就要大起來了 也不能穿漂亮的婚紗 更不想當一個醜新娘 我肚子馬上就要大起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 有點事耽搁了 沒關係 來來來 請坐 謝謝你為的 謝謝什麼 所有的一切 我是幫悠然 為的是讓她少受兩天罪 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謝謝你 你的記性好像一直就不太好 答應的事情很少如期完成的 你今天讓我來 就是為了說幾句謝謝 寶寶 這是我在黎安 所有的股份 還有一些其他的轉投資 都跟黎安有關系 請你幫我辦理過戶 過戶給安利 或者你給我一個建議 這是你的家事 我沒有意見 我需要考慮的是 這些股票會不會讓安利多交稅而已 我聽說 我聽說李副總要升總經理 這要經過董事會的通過 下個月董事會召開 如果能夠順利通過 他就會是新任的總經理 那你呢 離婚了也還可以做董事長的 江董事長不是一直想退休嗎 只有江家的人 才可能是黎安的董事長 這麼說你都準備好了 這是最後一件 總不能再讓人說我 記性差吧 過貨的事我會幫你處理的 告辭了 謝謝 林先生 我發現你真的改變了許多 你今天所說的謝謝 比我從認識你開始 說過所有的加起來還要多 看來你開始懂得禮貌了 你來幹什麼 還沒打過眼啊 是你老闆叫我來的 少來 我們老闆才不會叫你呢 你是我們老闆那個 你是說情敵嗎 現在不是了 我現在是林雲的會計師 你老闆都能跟我和好 你又何必那麼小氣呢 那天是你先動手打我們老闆的 對 所以你老闆現在找我出氣了 而我現在正準備為他去跑腿 失陪了 我們老闆讓你幹什麼呀 怎麼你要打聽你老闆的私事嗎 哪有啊 我是替老闆擔心 就那個太太 哪那麼容易放過老闆啊 姜安麗不是已經同意離婚了嗎 我跟你說啊 我當你自己人我才告訴你 你別說出去 我聽小榮說呀 就是老闆家那個伯母 她說太太又摸脖子了 當時啊是董事長給攔下來的 我跟你說啊 你千萬別說出去 老闆還不知道呢 也不能讓好 我不會說我 叫我剛才走 而且我發生了 妳可能不只手 不不事 說我沒說 你快視你 就像我這樣一個人 孩兒又把人家 胖子 你還給我 不會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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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你听不下别人的解议 灵芸爱上悠然 和你也有关系 不能全怪灵芸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找个时间 去和灵芸 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谢谢你 韦德 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在想 你会因为我为你所付出的感动不已 这种情景我想了不止一百次 但没想到会是这样 灵太太她还好吗 我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应该还好吧 否则她不会同意离婚呢 她真的同意离婚了 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灵芸在转让股票 安排公司的新人士 准备跟姜嘉义道两断 这是我所看到的 而且她这么做 姜总是长也没有反对 不过我听阿强说 姜安丽可能会用一些 悉心不快的方法来对付你们 可能说的有点夸张吧 但还是应该注意点好 是啊 我也这样觉得 这件事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不知道妈妈她能不能受得了 得知悠然怀孕的消息 我绝望了 一想到灵灵要和别的女人养儿育女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要阻止 下一秒就会把爱情慢慢打开 我们应该相应 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在后面签字 一支两份 你和林先生各支一份 你不看一下吗 不用了 好 好 那么从现在开始 林先生就不再是 丽安公司的股东了 如果他再辞去总经理的职务 那他和丽安公司 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我想你也知道 没有了公司 你就更加没有理由留住林先生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这么说你答应离婚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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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铁了心了要跟何又然在一起 不过没关系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留住他 就算一时留不住 也不代表永远 我会一直等到他回心转意 我不着急 我会慢慢来的 那你想怎么做 以后你就知道了 怎么 你要把我的想法告诉何又然吗 林云啊 你要再努力一点 妈妈上次拿来的菜 到现在都没有吃完 她明天又要拿新的菜过来 吃不完怎么办呢 嗯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你的孕服装 你穿孕服装 特别的好看 过几天 就要举行董事会了 等会议一通过 公司的改组就算完成了 我就可以完全退出公司了 我跟爸爸是有默契的 到那天 公司的律师也会去 我们会办好所有的手续 这些时候你去看过他吗 没有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即便是见了面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要爸爸没事就好 嗯 我来接 喂 喂 我来说 以我还来说 你会这么多了 就要看你 就呀 我再这样拿开 她一项 你 你 那不脑 像 那 map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我是娶了姜董事长的女儿 但是我没有卖给姜家 我拥有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 你听懂了吗 你是为了我们家的家 你都是吃乱饭的 你还记得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吗 你大概都不记得了吧 我知道有很多事情你已经不记得了 很多事情还是不要记得的好 是吗 我的生活 我的婚姻 我所有的一切 都因为这个地方而从此改变了 如果那天我们没有争吵 没有发出那种事情 我们现在应该会好好地过日子 我们的孩子也会安全出生 到现在应该上学了吧 是吗 这是什么 我会把他存在你的户头 详细的你也可以问韦德 我是要韦德过后给你 韦德是这样做的 我现在拥有的股份是最多的 我不是要卖 我是无条件转让给你 我为什么要介绍你的诡异 这是你的股份 这是你的股份 我不是说你买不起 这些股份只是在我的名下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你不欠我们姜家 我们姜家也不想欠你 那爸爸 你卖出我买借 不要牵扯到爸爸 既然是这样 那 我们的事 关于离婚 安丽 你要干什么 凌云 你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危险吧 如果你再敢逼我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安丽 安丽 你一定要钻这个牛角尖吗 我这么做都是被你逼的 爸爸说同意我们离婚 可是并不代表我同意了 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跟何悠然怎么样 我可以不管 我已经忍受了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跟我离婚 你要是逼我去离婚 就等于逼我去死 逼我和何悠然一起去死 我知道 我死了你并不在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 何悠然 还有你们的孩子 所有的人 良心上都会受到潜在 一辈子都不会好受的 这个鞋子太热了 小荣 哥们倒杯水 一出去就一身汗 爸爸 太太 手续都办好了 是啊 该办都办了 你看 离婚也不是件坏事吧 都放开了 心情也就开了 我并没有跟凌云去办离婚手续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爸爸 你说我生完个孩子怎么样 孩子 对啊 Josh 你的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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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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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那个孩子身上 爸爸 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 把公司卖掉 胡总您好 张小姐 坐 小姐 不要抵抬 什么 来来起来 不想 不要抵抬 你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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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闹脾气了 爸爸 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进来 总经理 董事长和大小姐来了 爸爸 请出去吧 爸爸 你坐 爸爸 你有事吗 有 坐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李娜 下午夜的董事会 要提前召开 你安排一下 董事会同意我的人是安排了吗 董事会准备 把立安公司卖给达通集团 为什么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开公司了 公司所有的事情都与你无关 别的人我不清楚 达通不见得会留用所有的人 这对员工来说未免太 有能力的人自然有他的生存之道 就像你 走到哪里都不愁没人赏识 那些平庸笨拙的人 只会成为公司的负担 安丽 我的意思是说公司既然转让了 我们就要尊重新公司的经营模式 至于达通要裁员或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们无权干涉 爸爸 我们不要影响凌云上班了 我们走吧 也好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不要再研究了 爸爸 李娜 那位何小姐身体还不错 他肯定是那而是 他肯定是你 他是要愿意的 但看着翅膀 他肯定是我不觉得 他肯定是你 他肯定是你 就是她职业的 因为他肯定是你 他肯定是你 请进来吧 算了 还出去说吧 每日你身陷 你但无法离开爱你的心思 还是那么奇怪 我也知道 你心中充满期待 让时间来慢慢抚平往日深爱 一个人在夜中 盲目地徘徊 爱你的心 荣誉 经常般的澎湃 总幻想着 老天会刻意安排 下一秒就会把爱情 断断断开 我们应该想要 时间总会把过去冲动 无法牵你的手 走进幸福地带 我会同样开心看着 你永远愉快 我们应该想要 爱情路上总有太多障碍 我也天天期望 你转心回来 你转心回来 并不奢求你对他 冲断地离开 因为我害怕冲药 会给你带去伤害 因为我害怕冲药